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很后悔 翻白眼翻到全白 一定要多买 送钱给我按摩 我什么pose都A啊 哈喽Voguebe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菲菲 我会选那一套 就是蓝色的印花 然后是西装的套装的那一套 我觉得既帅气 然后但是又有点假日的风格 又可爱 对 我比较喜欢那一套 等等请上图 我今天的这个造型呢 其实是一个帅气 你看我这个皮衣 它的这个设计又有一点小小的复古 就今天我的整一个的穿搭 会稍微的有点小复古一点 就帅气的皮衣搭 有印花的这条垂坠感的连衣裙 然后我配的是长筒的靴子 然后我再搭上这个颜色比较亮一点的 还有这个金色链条的小包包 然后我是觉得帅气又不是天真 什么天真的 帅气又不是可爱的这种 带一点点小小复古的这种穿搭 连衣裙跟大的帽子吧 还有拖鞋 好多 目前我没有去过的 我想去的是摩洛哥 然后还有希腊 然后还有 马尔大夫我没有去过 还蛮想去的 去过蛮多的 比如说布拉格 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的Vlog 因为我的Vlog里面就会去过很多网红都没有的打卡圣地 就是两个身份都会有 就比如说像在挑片子的这件事情上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 所以呢 挑片子我一般都不挑 因为我真的会挑不出来 就会当那个甩手掌柜 但是比如说什么穿搭呀 我今天要怎么穿啊 我要搭什么鞋子 要搭什么耳环啊 这种事情我就会对管的比较多 蛮多的吧 像去泰国的一些什么街边的小吃啊 其实我比较喜欢比较local一点的 就local food 对 当地的美食 拍照的小技巧 动作比较夸张一点的吧 就真的把自己放开 就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一棵棵的树就好了 就管他的呢 就是自己的动作夸张一点 我觉得拍出来效果应该都蛮好的 旅游的过程当中 那我应该是去的都是语言不同的国家吧 之前是有的 有过好几次 然后我每次都说 我就会说我没有手机 我真的不会买 比如说像当地的什么纪念币呀 或者是什么纪念的什么冰箱贴呀 这种东西我不会买 就比如说我会买去布拉格 我就一定会买水晶 我就买了很多什么水晶碟子 哇超重 我妈妈都惊呆了 她说天哪 王辉飞你真的是够了 怎么会带出的好几个碟子 你知道水晶碟有多厚多重吗 水晶杯 水晶碗 水晶小壶 全都给我带回来 就当地能买到便宜 然后当地特色的一些小的东西 我会买 我跟大家说一下 去布拉格真的可以买水晶 我现在很后悔 没有再多买一箱带回来 还有比如说 我很喜欢有一个 墨尔本的一个酒庄里面 一款甜酒 Dessert wine 但很后悔没有多买 因为现在好像停产了 就这种之类的 就是你碰到你觉得很不错的 就当地才有的 那你就一定要多买 我会怎么花 我就会不去 谁要去穷游呀 为什么要穷游 开开心心的是不是 旅游就是要花钱的呀 我就是忙买呀 也没有啦 就是真的是会试用的 比如说我去彩妆店 就是各个牌子都有那种彩妆店 我真的可以逛两到三个小时 就蹲在什么口红的试色区 然后一点一点的涂 真的会试很久 爸妈吧 爸妈 就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送钱很需要吧 个人技能就是翻白眼翻到全白 给我按摩 我真的就会醒 就是我很容易被叫醒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睡觉特别轻的一个人 最A的pose 我什么pose都A啊 我现在就很A 当然自由行啊 当然夏天 这道题太难了 乡村风景吧 特色民宿吧 嗯他拍 我认为你喜欢我